景还好没有那么 我以为会很 没有很靠直立 不狠吗 就是这个其实偏点心理 偏点运气 对 偏点心理和运气 你们知道其实蓝色是我的幸运色 就我最喜欢蓝色了 你快啊 不用这样那怎么办 我 让我再想想吧 这瓶运气吧 这瓶运气吧 要反光 看到了 小心点哦 请翻台 请翻台 好纠结啊 好烫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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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我我我我不会看你看 我们君子游戏 我们君子游戏 我不是很信任别人 这是我的缺点 所以我要谨慎一点 游戏我们俩不能撞 我们俩是撞了他就赢了 不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不然我又得猜你出的是什么牌 梅然 好没事不打扰你 不打扰你 不打扰 你不打扰你 不打扰你 快点 去你 快点 我照顾 того 我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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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 我文集我 你可能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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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游戏可以很简单 就是我甚至可以在这个时候告诉庚西我放的是啥 当然我不那么玩 我只能这么说 对那不然我又要猜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都不用猜 因为我们俩现在是利益共同体 我们肯定是想拦住他 我们不拦住他就赢了 你说的对就是说 如果你要不想猜的话 你信得过我 你可以给我暗示你放的是啥 算了 我感觉那样太复杂了 对对对 好了 那现在等于说我们俩就要对付他了 对的 那我又得猜咱们俩不能出一样的牌 对的 我们就是玩的时候可以看看彼此出了什么牌 所以这是面长上 如果这是面长下的话 这个游戏对我就有利了 嗯 他就可以算牌了 对我就可以几盘算牌了 嗯 我决定这两个 天天有面 我随便抽一张 抽一张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牌的话 可能就不会好猜 好了 他赢了 他赢了 那个是啥 一啊 刚刚是一个大家扔硬币 我也怕被抓住 他也想抓住我 然后我最后就随便了 然后抽了 选择了 天天有命 这种游戏其实取决于对手 所有学霸 就是受过正式教育的学霸 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敢打不敢拼 包括我自己我克服这个弱点克服了很久 但是其实我很怕跟你们玩游戏 因为我们不讲套路 哦 周末不透是吗 周末不透 就是所以刚刚我选择抽我根本就没有选择判断 你就不好猜 乱拳搭受到水 对对对对 我这算没有张法的打法吗 算 所以我很怕你 你不怕我 我没有那么怕你 帮你把我放在眼里 不是 我没有那么怕你 你是不是看完我棋你就知道啥样呢 其实说实话 刚刚我们那局比赛是非常经典的 其实很精彩 我们刚才打的那局很精彩 哪里精彩了 就简单的说 第一局 龙哥直接一个棋冲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厉害的行为 也符合龙哥性格的行为 勇敢且理智 看完你的棋 我就知道你第二个棋肯定是一 极其理智的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下意识的 不会把最大的两张牌先手出掉 所以我觉得龙哥出完棋之后不会出六 别人看透的感觉 好不熟 然后刚刚其实我是很担心第二轮的 我很担心第二轮你出了六和我消掉了 更新第二轮好聪明 我就赌 你不会出七 然后你会出六 为什么赌他不会出七 其实我觉得他赌的是对的 就是他没有把很多理论 像我这样概括出来总结出来 但是他下意识 你是凭直觉 他的直觉告诉他 面前这个人是个学霸 他不会舍得出七 就有一种这样的直觉 但我直接判断错误的一点在于 我有犹豫就是说你在换的时候 我决定这两个 我其实差一点我就换成七了 第三轮要是换换换 一个七上来 然后更新 然后把我截住了 那就更好玩了 哈哈哈 是 那真的会挺好玩的 那我们仨最大的就变成同一期保鲜了 都不就变成六了 对对对 不不不 我可是大幅落后 我是五六七 哥哥 对 那就是我变成我们俩的博弈了 就变成你俩博弈了 是是是 挺好 这一期挺好 本轮结束 顶时明星离开房间 领下思路 领下思路 我俩不会在这等跳出来吗 不行吧 不再这样了 不再这样了 拥抱一下 哎呀可以 下下下 拜拜 这是真 这个真的是纯心理博弈 这根本就不是脑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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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难受吧 你们跟我说实话 姐 各凭本事 我一定能给你 我一定能给你救回来 好的 拜拜 好吧 拜拜 我一定给你们救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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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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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套 姐 我又崩溃了 你一进来 我就觉得我输了 还玩 我的天哪 你们玩了 接了 我们 玩了两个 两次也要 我都震惊 因为纯运气 咱怎么会一个队的进一个屋呢 咱就应该二二一 我要跟又浩在一个房间 他给我推出来的 我要跟罗罗和丁姐一个屋 完了他俩就不让我进 我本来进一广房子里 然后罗罗说你去找您玩了 我就出来了 无作用了 那出呗 请出牌 请翻牌 请移动棋子 请出牌 就是我留下来没什么意义 你再你留下来有用 我留下来没什么用 不用用心理负担 游戏 请翻牌 落子时间游戏结束 OK 太赢了 太赢了 然后你们为啥要出小的 因为你没有想到 我都到这儿了 我肯定往大了出 我跟你说 你赢是想让你 他终于就让你赢了这些 真啊 因为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女生 我是想送贺文走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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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选择了 没办法 不是 这个有点像那个 你为啥都送我分了 没事 没事 我们已经玩到这儿 已经很可以了 我们好歹这样 我们还能存在一幕 没事 我对不起你了 别哭 别哭 没事 这个别哭 肯定会凶人 看 这没办法的 肯定要走两人了 对 我觉得我这年轻就是被让走的 这个其实是博弈 不算让 你懂吗 因为我是可以出七的 不是博弈 你出一就不是博弈 因为我不可能出小的 但是我可以出大的 你懂吗 我是想要 你们把六七都打掉 然后我再出 对 我是这个战略 所以我打个小 所以你是公平淫的 对 拜拜 拜拜 没事吧 去吧 去吧 没事 去吧 别矫情了 去吧 我没矫情 是你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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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咋摆了呢 我没想到 虽然我想到你可能没有那么想赢 但是我没有想到 是这个形式结束 你走我肯定不爽啊 肯定托你下水 心里太难受了 这么多数学天才我赢了 这是上哪树里去 这是 还有一轮 如果我没猜错 没有这么简单 来吧 兄弟们 是我赢了 没想到吧 我都没想到我呢 我也没想到 我都收拾好东西 玩吧 谁能玩得过你啊 玩吧 这和脑力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说这话 不是 他们仨还玩啊 所以大家都在看直播 太好玩了 我们还闲聊呢 他们仨赢了 陈兵赢了 你又赫瑞赢了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还得有一轮 我们这个应该是用来干嘛的 JMVP的 好奇怪 不会又走俩吧 我真的 那这走的太多了吧 我算怎么算 九个人走三个人差不多了 全去复活桃 通关名额战 游戏共三轮 第一二轮的胜者 可获得两个通关名额 第三轮的胜者 可获得一个通关名额 通关名额由胜者自行分配 请注意 每回合结束使用过的数字牌 需反扣 信息不再公开 这种耗的时间越久 对使用信息越有利 他们聪明人记牌应该很容易 不是 我没听懂 我们是已经 我们已经活了吗 我们没活 你赢得的名额要先给自己 是真的玩的 不是他们已经铁定晋级的 是他们决定 其实决定自己的命运 和决定别人的命运 对他们三个可以互相救 赢了就会救 救自己加上那个送给你走的人 那其实住在这的人 是最难受的 最折磨的 尤其是我们这么多人来 对 妈了 全是人性 那其实我们可以互相保 对吧 我们是可以这三个人 至少互相保的 你赢了 你保他 他赢了他保他 我们至少三个人保住 然后剩下两个名额 我们在纠结是保谁 我们在挑 就是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就是可以优先保证 我们三个人 优先保证 你们俩愿不愿意 当然 愿意前提下我们再这么挑 OK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很怕 我怕 我估计我 别害怕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玩法 我觉得这一局我们很轻松 并且我们还能保证 我们有两个队友回来 但是这两个队友 咱们三个都探讨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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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